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时是手语双语阅读会本教学计划的刘秀丹老师 不只拿出自己研究数据 还有国外研究都证实手语对听障声阅读有正面帮助 来参与研讨会 在其中学校任教的孙竹文老师非常认同 每个听障声程度不同 不是都适合口语 重要的是针对阅读和手语这两个能力 刘老师指出 目前听障声普遍阅读能力不好 文献上还有所谓的四年级高原说 也就是重度听障或全聋的高中生 阅读能力只有大约是国小三四年级的程度 有人会把罪怪到是因为使用手语 但其实真正的主因是出在听障声本身的 手语能力不足和读的不够 而只要多看和常用手语 书写能力就会进步 他是手语里面具处不足的话 那么鼓励他就是接触比较多的龙人 学自然的手语 这是有帮助的 另外我觉得真的就是常用 对于龙人朋友来说 天人世界也应该是一个异文化 童谣也是第一次在听障场和演讲的 中研院民族学所研究员胡台立 只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 来分享他之前做的田野调查 用文字也好 然后用他们自己手语的录影这些也好 然后有人可以帮他们 就是说再做一个诠释 让我们外面人更加理解他们的世界 胡老师希望透过这次分享 能够鼓励大家利用不同方式 记录龙人文化 因为对龙人文化有了深刻的观察 提供手语教学专业一定有帮助 而且更重要的是 可以让社会大众更了解无声世界 记者陈修林文新中台北报导 这两天很冷 小心不要感冒了 而因应流感疫情进入高峰期 为了改善民众 假日看病急满急诊室的现象 全国37家医院 即日起开设 类流感假日特别门诊 春节连续假期 民众出现类流感症状 就不用再挂急诊 避免人潮拥挤的状况 这样子将会持续到2月9号 为了避免假日急诊拥塞 从昨天起 全台37家医院设立 类流感假日特别门诊 因为根据疾管署的统计显示 光是上周就有9万多人 因为类流感症状门诊就医 15000多人挂急诊 担心假日通通往急诊跑 因此开设特别门诊 那在昨天也是有月略有10位 这样的一个可能类流感的 这样的一个症状 那目前也都已经分别 就是就医或是返家休息 感染科医生表示 去年12月中以后 病例数增加3到4成 尤其截至前天 全台流感并发症 累积的病例已经有138例 小至1岁的幼童 大到70岁以上的老人 皆有人感染 疫情明显升温 而病毒仍以H3N2为主 零星减出的是H1N1 以及B型流感 机关署分析近年来 1月份的流感疫情都破百例 尽管疫苗已经提供防护力 但流感病毒仍可能随着低温 人与人接触频繁流行 目前已经进入流感高峰期 民众一旦出现 类流感的症状 就要尽速就医 记者乌雅宇 林国宏特报道 前国防部军事情报局 中尉军官叶梅 他潜逃到英国562天后 昨天在英方派员 全程介护之下 遣返回台 随即有检调人员 在桃园机场逮捕 立刻送往台中地警署归案 在三名英国官员介护下 军情局 逃亡军官叶梅 向后被遣返回台 叶梅一脸素颜 略显疲惫 但嚼着口香糖 看不出逃亡562天后 将面临行者的心中起伏 后方检调人员 在桃园机场接手 立即将叶梅逮捕 并戴上手铐 在检调人员压解下 叶梅用外套盖柱头 步出机场大厅 你决定是无辜的吗 为什么要逃到英国 不管媒体怎么问 叶梅一句话都不肯说 之后叶梅坐上了车 立即被送往台中地检署侦办 今年34岁的叶梅 考上军情局后 声称遭到军中同袍嘲笑年纪大 更批评军方两性不平权 季度申请退伍招聚后 他选择了逃避 在101年6月17号 以泰国观光的理由 到了泰国却潜逃到英国 国防部在同月发布通气 直到去年12月 被英国移民署查获预期拘留 在台英司法互助合作 近一个多月的交涉下 叶梅19号被遣送回台 有透过司法互助 叶梅的话呢 然后他在英国与其拘留 那与其拘留 然后按照国立 按照国际上的规定 还有英国的法律 他就要遣送回英国 法部强调 叶梅涉嫌触犯陆海空军刑法 第39条的意图长期脱免执意 职责罪嫌 最终可判处五年的有期徒刑 并非叶梅像英国政府所说的 回国将会遭受死刑的判决 而叶梅的律师表示 叶梅到军中后发现无法适应 但国防部并没有军官的退场机制 任官不到三个月 他其实就已经想要申请退 他认为说他自己真的很不适合 人事单位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那所属机关的长官 也怕这样会拖联到整个机关 整个单位 所以一直不愿意帮他做这个退伍的动作 而律师也转述 叶梅已经坦承自己的错误犯行 希望检方和法院 能够给叶梅自新的机会 考量勤理法不要积压 让他回家跟母亲过年 记者林玄吴家宝 桃圆台北报道 麦当劳高雄又昌殿 去年六月 曾经爆发歧视唐市镇消费者的风波 现在又疑似爆发 劳资纠纷 高雄凤山区的中山店 谢信乡里 他的女儿患有脑性麻痹 在去年十二月进入店内工作 不过呢 却被张姓的公读生 讽刺工作太轻松 谢信乡里为了捍卫女儿的工作权 愤而打对方一巴掌 结果反而因此被解雇了 谢信乡里不满公司的处置 向劳工局提出 劳资协调 原本以为 罹患脑性麻痹的女儿 可以自力更生 但却因为被同事讽刺 当妈妈的想为女儿出头 却因此失去工作 反而被女儿安慰 谢小姐原本是麦当劳凤山区 中山店的乡里 在公司任职超过十七年 去年十二月 患有脑性麻痹的女儿 透过总公司的向日葵计划 进入中山店工作 没想到上班第九天 就有店内公读生上网剖文 讽刺脑麻员工工作太轻松 她护女心切 要求对方把文章撤下来不成 竟然动手打了对方一巴掌 被公司以违反劳基法十二条 对于共同工作之劳工 实施暴行 或有重大侮辱之行为解雇 让她很不平 那今天做错事情的人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我现在五百大公司解雇出去 我要怎么活 针对这样子 所犯下重大违法和危机的侵蚀 公司不得不做出解析 解除大事务的大传统的决定 谢小姐坦诚出手打人就是不对 已经跟公读生和解 希望确保工作权 并且向劳工局提出劳资协商 不过连锁素食业 提供身心障碍者就业机会 却因为员工之间 职业工作量不平均 引发冲突 业者也表示会进行内部检讨 记者曾分成显坤高雄报道